Hello 大家好 平时我日常和大家吃饭吃得多 今次就试一下晚上 今天我就和大家去一间很Chill的餐厅 其实这间餐厅就在皇庭广场 我们现在就Let's go 过去看一看 顾名思义 今次和大家来的串电纯真东北串 主打的除了是东北串销之外 也有好像串电大盆盆 麻辣煲 这些平时比较少吃到的东北菜 在看餐牌之前就教大家点来 相信大家对皇庭广场都不会陌生 我也简单讲讲点迷 如果你是由罗湖过关 就可以坐1号线去到会展中心站 如果是福田过来 就可以坐4号线坐两个站去到会展中心 然后在C出口一出 就已经是皇庭广场的入口 今次我们去的餐厅 就是在皇庭广场西门的位置 由C出口跟指示牌走过去 大约需要3-4分钟的步行 当你看到瑞幸咖啡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门口走出室外 再有转走多几步 就来到今次和大家吃饭的串电纯真东北串 这间餐厅主要分了两个部分 而入到室内的第一个感觉 就好像入了古装片里的客栈一样 在这里吃饭就真的有另一番风味 至于餐厅室外的地方也有冷气提供 不怕会吃到新水新汗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每晚都会有住场的歌手在唱歌 但因为那晚全晚都是下着大雨 所以就没机会让我们感受到现场气氛 因为这里平时也有很多人排队等位 如果你不想等太久 最好在来之前去定大众点评拿票 这次我们就选了户外的位置 这里所有的餐具包括筷子和手套都是独立包装 整体观感就会卫生很多 再看看这里有什么吃 这里串销的价钱也很亲民 好像是羊肉串 又或者是炭烧五花肉 每串平均都是10元之内就有交易 而其他的海鲜也不算太贵 不过今次我们就试试这两款地道的东北菜 再加上这几款串销就可以正式开餐了 首先我们试试奥尔良鸡翅 它的味道真的很有炭火味 烧出来的肉质也挺嫩滑的 烧烤皮脆当然了 虽然这里是识通不串 但是这个鸡翅我认为只是微辣 不是我想象中那么辣的 接着就试试这个羊肉串 其实这个羊肉串我觉得它也是烧得刚好 羊肉的咬下去不算很软 但是有点咬口在里面 不过羊肉的酥味说真的不算太重 其实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吃羊酥味 我觉得酥一点就会开心点 这碟麻辣毛豆 其实就是在日本吃到的枝豆 但是中式的吃法就加入了红油和蒜蓉 出到来我就觉得它会多了 类似抄手的油香 和带回不重的辣味 可以刚好减低毛豆那股清洁味 用它来送走就可以说是一流 虽然这些毛豆的口感都算是爽爽脆脆 但我个人觉得就真的有点硬 如果对东北的食物不太熟悉的话 可能你没听过什么叫大油边 大油边其实就是 是指珠排骨内增一块黏着油膜的肉 简单来说就是一块护心肉 这个大油边就真的很有惊喜 为什么呢 因为它烧出来的时候 它的外皮其实是很脆脆脆的 而且它一咬的时候 里面的油花全部都弹出来了 但是你又不觉得它是很油腻的 而且它弹出来的油花 说真的就真的有猪油的香味 这个大油边暂时来说 我就觉得是最有惊喜了 接着就试试这个黄金烤面包 其实这个烤面包咬下去就不像我们平时的多士吃下去 就很脆很硬 咬下去其实它也是软软软的 它的味道其实也是有点甜点的 我相信它是用一些有甜味的排包片去做 而且它是吃得出有点蛋味和牛油味在上面的 其实烤面包和黑芝麻一起吃 我也是第一次的 想不到这样出来也是挺特别和挺好吃的 这个鸡脆骨咬下去很脆脆的声音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鸡脆骨我都差不多放了半个小时了 我不知道是否下面有东西看着 它的外皮其实依然是不会硬的 依然是很脆的 我就觉得下面暖火这个功能就真的是应急一功了 顾名思义 这些切得这么薄的大刀腰片 其实就是猪腰礼 一件猪腰处理得好不好 一吃就会知道的了 这个大刀腰片其实它是切得非常薄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猪腰如果你处理得不好的话 它一定是有点甜味在里面的 而且如果你烧得太久的话 它一定会硬的 这个大刀腰片我就觉得它真的烧得刚好 最重要的是它是不酥不硬 最重要的是它是没有渣 这才重要的 这个炭烧五花肉其实它的口感跟刚才我们吃的大油边是差不多的 这些猪腰花其实真的比刚才的大油边是薄了点 咬下去的时候比大油边的油花少是正常的 不过我就觉得现在我吃的这一口就好像是烧得久了点 炭火味是有的 但我就觉得我吃到有点苦了 基本上我都觉得这个炭烧五花肉的肥瘦也是适中 口感也是挺好的 接着就试一下这尾每台都会叫的串垫大盘盘 这碟好像我们平时吃的盘菜 里面主要是一些莲藕 哇哇菜和菇类的蔬菜 整个买相加上盘就真的很有东北感觉了 其实这个串垫大盘盘在这里是必叫的 因为刚才我看到很多台都一定会有一盘的 我初初看到这个大盘盘就觉得它好像大集会那样 就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些东西来的 其实吃完之后我发现原来它无论是莲藕 又或者是薯仔菜其实都是很入味的 你问我辣不辣呢 有点辣 但是我这么怕辣也能接受到 其实它旁边还有些紫天椒 辣椒干和其他软软软软的配料 我就问店员其实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呢 他就说正确的吃法是可以全部混在一起的 但是可能我们这些南方人就不是每次吃到这么辣的 所以店员就跟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怕辣的话 就最好一边吃一边碰一边吃一边碰 那就不怕它出来会过分辣 最后我们就吃了这个亭北下来的索罗 这个索罗其实就是沙罗来的 刚才上去的时候其实已经闻到它是很香 但是已经是感觉到它很辣很辣 而且它里面就真的有那些青椒红椒 那些东北东西的东西 说真的吃的时候就真的超级辣超级辣的 连Campman那样吃得辣的 他已经吃了十多粒 他一边吃一边都飙航 说很辣很辣很辣 我都为了观众试了一粒 味道是真的有酸味在里面的 不过真的很辣很辣 我只是试了一粒而已 不过我就给大家一个忠告 你就真的要很够胆 才可以真真正正试沙罗的味道 不然你叫了你不能吃辣的 你一定后悔 我说的 吃完串烧之后就吃回我们熟悉的食物 云吞 其实这里的云吞 跟我们平时吃的云吞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平时吃的云吞里面是有些虾在里面的 这些是唇肉的 吃下去的感觉就有点像 早几条片在潮州 又是吃了一个唇肉的云吞 那种味道 还有这里的云吞 皮也是非常薄的 最特别就是汤底 虽然这个汤底是不浓的 但是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虾在里面 整体的味道出来 就会多一点点咸香味在里面 我就觉得这种味道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在云吞店铺吃的汤底 一点而已 不过不是很多 这个个名很特别的店长下滴蛋 其实它是一个甜品礼 而在上桌的时候 店员还会帮我们点着的花火 整件事的仪式感就真的强了很多 其实在吃下滴蛋之前 店员会帮我们点火 形成一个花火的气氛出来的 大约10秒左右 它就会熄 店员就熄了 然后熄了火 它就会跟我们说 叫我们快点吃 因为这个下滴蛋里面 它的底层是一个蕴苓娜雪糕 上面就是一些椰果 其实吃的时候 就要混合一起吃 其实我觉得 雪糕加上椰果 咬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 就好像真的在吃三文玉子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珍珠奶茶咬下去是硬的 这些椰果咬下去 是真的擠了里面的汁出来的 即是咬下去的时候 一咬下去的时候 蹄子就加上蕴苓娜雪糕 其实这个感觉是很棒的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 就真的要尝尝 起初我都以为吃东北串烧 就一定是很重调味 或者是很辣 但吃过之后 我就觉得整体的辣度 又不是想象中那么厉害 是属于一些适合南方人的口味 但这里的东北菜 相信就会極合喜欢吃辣的朋友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